现在大家是越来越明白 活在市场经济里 光储蓄是干不过通货膨胀的 最近朋友圈的理财广告 时常是这个味道 我一个月薪四千的朋友 一年攒了三十万 有点闲钱的朋友 现在要么配了点基金 要么配了点股票 保险也是越买年龄越小 大家伙都明白过来了 赚钱的时候得学着对抗通胀 政府一放水 存的钱一下就都不值钱了 2020年各国央行集体大放水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宽松的货币政策 中国也是该放贷放贷 该发补贴发补贴 降准也降了三次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流动性危机 各国新际活了提高流动性 是因为曾经的灾难太刻骨铭心了 上世纪80到90年代 亚洲可是国际投资者眼里的香饱饱 东南亚国家经济持续增长 大量的国际资本进入了日本 韩国 泰国等亚洲国家 与此同时 美国经济却处在一个低迷时期 战争对于美国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刺激消失了 科技革命带来的经济红利也走到了尽头 美元开始走弱 这时国际资本都开始向东南亚流动 资产泡沫也就慢慢起来了 但是逐渐的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尖端技术的迅猛发展 掀起了美国经济复兴的浪潮 为了对付过快的通胀 美联储便提高了联邦基金利率 美元马上进入强势周期 当时东南亚不少国家采用的固定汇率制度 美元一涨相当于本国货币也上涨了 一下子就影响到吃饭赚钱的主要方面出口 科技发展美元走强 东南亚的固定汇率制度出口走弱 这几件事加在一起导致了一个灾难性的结局 资本大量回流美国 亚洲当地没外汇了 流动性危机来了 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 先后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制度 以降低出口成本 可这一下子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浮动汇率后市场上美元减少 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又充满泡沫 一下子就导致了本国货币严重贬值 股市崩盘以后更多的资本逃离 最后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 这次金融风暴由于波及范围广 影响成怒大 成为了经济学家们不断复盘分析的历史事件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 外资流出会对新兴市场造成多大影响 2020年魔幻的一幕发生了 受疫情影响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受到重创 发达国家在不断放水 但外资还在从某些经济受挫的发展中国家流出 比如说印度疫情控制不住 国外投资撤得比谁都快 印度现在打算继续放宽投资条件 求着国际投资赶紧回来 包括前一阵特别看不顺眼的中资 欧美国家需要保住本国经济不崩盘 创造就业 提振消费 新兴市场上半年也在面临流动性风险 怎么办呢 各国央行开始实施级别的大放水 美国在疫情危机之下 进入了25年来金融环境最宽松的时期 疫情一开始 美国释放了3.7万亿美元 到现在已经释放了7万多亿美元 要知道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 美联储用了三年多时间 经过四轮量化宽松 才将1万亿美元扩张到 2012年末的2.85万亿美元 美联储买的政府债 现在已经占到了美国生产总值的20% 欧洲央行在2014年就开始实行负利率 今年3月以来更是加大马力持续放水 日本央行则持续购买政府债 企业债 央行总资产已经相当于GDP的107%了 英国 澳大利亚 俄罗斯也以不同方式放水 甚至直接发钱 以推动经济回暖 很多人自然想问了 政府印那么多钱 欠那么多债怎么还呢 从现在来说 可能各个国家的政府压根就没想过还 虽然不明说 但是很多国家已经采纳了 现代货币理论进行货币管理 这套理论认为 现代货币体系其实是政府的信用体系 至于货币 其实是政府的债务凭证 只要政府信用不信用破产 多印钞票也没关系 赤字多一点也问题不大 唯一有关系的就是通货膨胀 只要通胀率健康 多欠钱和多印钞都是可取的行为 但是这种放水往往有两种 令人不太开心的结局 通货膨胀来了 或者通货膨胀没来 很多人都指望着拜登登场以后 这个魔幻的世界能够恢复一点理性 但是理性的说 无论谁登场 美国都会出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 刺激政策越多 美元贬值速度也就会越快 中国今年一直在抛售美国国债 以降低未来可能由通胀带来的损失 但这仅仅是可能面对的麻烦之一 随着美元的进一步走弱 中国经济的复兴 越来越多的资本又开始进入中国 可能在中国市场造成泡沫 今年前三季度 中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增长20.4% 上海2020年吸收外资 首次就突破了200亿美元 创下了历史新高 此时此刻 去看这些数据自然是美好的 但假如未来美元一旦走强 泡沫破裂 那么很可能就会出现 东南亚曾经面对的危机 当然 通胀过快是有害的 可比通胀过快更可怕的是通胀来不了 一般来说 大放水的副作用是本国逐渐出现通货膨胀 经济缓慢复苏 但是摩根大道首席美国分析师 迈克尔费罗列分析美国的经济状况时表示 鉴于失业率居高不下 通货膨胀将会减弱 劳动市场仍然富裕 薪酬也将因此受到压力 美联储放水之后 一部分钱通过政策 直接到达了企业和个人手中 但是大部分钱都是通过商业银行 下发到企业或者个人 当商业银行贷款动机不足时 这些钱最后又会回到准备金账户上 最后可能被拉高的只有资产价格 11月以前很少有好消息出现 直到疫苗来了 即便是疯狂放水 在9月到11月间 美国通胀并没有快速上行 疫情的反复和财政政策的见底 让通胀率在1.6%到1.8%之间徘徊 一直没有预计的2% 12月之前 美国复兴的底色还是非常苍凉的 12月 随着美国宣布紧急授权新冠疫苗 加上9000亿新冠救助计划达成协议 圣诞节前终于迎来了好消息 美国通胀突破了前期的高点 盼星星盼月亮的复兴终于有些眉毛了 不过2021年 美联储还是会继续维持货币宽松 新的财政政策也将落地 水还是会继续放的 这时候就要小心不被水淹到了 目前美联储的放水规模 已经到达了7万多亿美元 最终到达10万亿也不是不可能 中国已经在面对热钱流入的局势 如果不加以控制 大规模进入中国 最后可能会波及中国的货币政策 带来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可有时候真得夸一夸 我们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 自己的制度优势 在疫情之下 中国央行也通过降准 再贷款等工具 释放了一定的流动性 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 释放了1.75万亿元的长期资金 两次下调了中期贷款利率 疫情期间也有了再贷款和再贴线的动作 在2020年政府报告中明确指出 要让货币政策工具直达实体经济 算是演绎了中国特色版的宽松 别国央行就是打面 但是我们就是打点 让钱进入需要的企业手里 可全局来看 中国的货币政策却非常稳健 不但没有放水 12月央行释放的信号 多次强调了 维护正常货币政策空间 这意思是不跟风 走大火慢灌的道路 当然 这自然会带来一些令人紧张的消息 11月份 中国的居民消费指数和生产价格指数 出现了非常罕见的双通缩 在之前猪肉价格疯狂上涨时 消费指数算是正的 但是如今猪肉因为存烂量上升 价格已经下去了 除去猪肉以后 消费指数同比降至负值 这可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 不少人都担心 中国进入通缩时代可怎么办 可央行呢目前看来是铁勒心稳住货币不放水 坚持去杠杆力度 控制房地产泡沫 这个决心可是别的央行没有的 德勤目前发布了2021年对中国经济的预测 GDP增速可能会达到7.5%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则预计会到达8.1% 复兴的脚步是很坚定的 民生银行智库宏观分析师席文就表示 因为春节的原因 一二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还会下行 但是不用过分担心 三月以后会回升 至于生产物价指数 11月可能也会迎来增长 加上美元未来可能还会下行 大宗商品价格会回暖 消费价格指数二月会逐渐转正 加上国内目前建立了一套 领先国际的疫情控制和追踪体系 疫苗接种工作也在油条不稳的进行 经济全局要比年初预计的乐观许多 过些年回看中国财政和货币机构 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 很可能会被载入经济学史 比起全球央行不节制的大水漫灌 我们真的好太多了 如果不出幺蛾子 明年中国经济恢复正增长 将继续担当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角色 加上目前中国的利率还在正区间 且仍在继续货币正常化的进程没有停止 比起别的国家倒是省心不少 眼前最大的麻烦是需求偏弱 内循环怎么建立起来 建立要多久都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局势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 在消费水平还没有回归正常增长之时 消费的边际改善幅度 就已经下降到了正常时期之下 从国内大循环角度看 终端消费需求不足 已成为制约企业扩大生产 和投资扩大再生产的关键因素 另外企业生存也是个问题 现在不少企业立得住 是因为政策的守抚的稳 等回归常态后 这些企业是否能够良好生存 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出口企业倒是不用担心 还在走强过程里 但是别的部门怎么样 就很难说了 至于大放水的国家呢 未来可是充满了麻烦 美国如果玩赖 不光自己国民会受到通胀影响 新兴市场可会受到冲击 20世纪30年代 美国面对大萧条时 就曾经对黄金和白银 有过一次大贬值 20世纪70年代 布雷顿森林体系倒掉时 美元又来了一次大贬值 这么搞一下子 就稀释了本国对外债务 手里拿着美国国债的债权国 以及被美国收购了 大量资产的企业 相当于自己卖力 替美国还债 这与欧洲和日本 已经在麻烦中了 欧洲央行12月初 再一次大放水 已经激起了德国的愤怒 欧洲央行决定 继续扩张政府债务 加强紧急债券购买计划 但是德国央行行长 魏德曼指责 这样子做 再削弱市场纪律 破坏金融秩序 如果扩张政府债务 成了个习惯性动作 那么欧洲可能全部 也都会进入到 现代货币理论的逻辑里 央行成了政府支出的 免费提款机 人们只能持续性的透支未来 以填补眼前的危机 这对未来的年轻人 可是非常不公平 日本安倍经济学的恶果 已经显现了 多年来宽松的货币政策 大规模的财政刺激 最后让大企业受益 但是个人和工薪阶层 并没有看到薪水提高的可能 食品和日用品价格 却大幅上升 普通老百姓 其实并没有获益 实际工资水平甚至还下降 最后呢 2%的通胀没有完成 银行却购买了大量的债务 资本进入股市 最后陷入流动性缺陷 而今全球央行 都开始进入大放水时代 可是还有很多黑天鹅和灰犀牛 在地球村上乱跑 疫苗成功了 但是新的变异也来了 尽管各国政府都提醒大家 不要害怕 致死率没有提高 可谁知道未来 还会出现什么不确定性的灾难呢 你说大疫情之年 人们有什么改变 好像是已经习惯了灾难发生 这种态度 可能对我们面对未来 有些好处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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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